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人生胜利组,我是你的小编K。 有一个男人最近发现在他家的墙壁,总是莫名其妙地流出了一些红色的液体。 利落他十分苦怒,还有些困惑,随后他就报警了。 在警方到场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在美国奥克拉荷曼市里面,有一件奇异的事发生在男子甘莱迪身上。 他家的墙上面有一些莫名的红色液体流出,用到甘莱迪苦虜不移。 甘莱迪就说,刚刚开始发现这些莫名的红色液体,其实他都没有很在意到。 只是以为水管老旧,加上山寿出现了一些流水的情况。 所以他只是把液体拆净,并考虑应不应该请水电维守人员来看看。 但是没想过,红色液体没多久又出现了。 有一种情况令他感觉到十分怪异,于是打电话来报警。 警察过来检查之后,发现这些液体竟然是人血了。 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就震惊了在场的人。 他们都惊眼不耳,这些血液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经过一番调查,这些血液是来自甘莱迪的邻居。 这一名的邻居怀疑是在跌倒的时候,不小心撞到自己的头部, 然后失血过多而死亡。 而墙上的红色液体,就是身亡邻居头部流出来的血。 由楼上的地板,测入了甘莱迪的天花板, 然后就由屋的墙边流出来。 警察后封锁了这栋公寓, 新闻危害防治团队赶到延长, 拆除了甘莱迪的家部份甚至有血水的天花板和墙, 进行了环境清洁。 而甘莱迪一家人因此而安置到其他地方暂住。 各名去世的邻居据说是独居老人, 平时他甚少和其他人来往, 因此在不小心跌倒的情况下, 弄傷都没人知道, 才导致他自己失血过多而死。 另一个结果正是令人唏嘘不已。 如果不是血液流到甘莱迪家的墙上, 估计这一名老人就算风干了也不会有人发现。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身边的老人, 给他们更多关爱, 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